牛顿物理学 牛顿物理学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牛顿物理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它的力学 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是一种数学化的力学理论 牛顿力学因为是一种数学化的力学理论 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知道 比如说你考取了福丹大学力学系 跟考取数学系差不多 在力学的领域里面进行研究要求极高的数学能力 力学简直是应用数学一样 所以叫数学化的力学理论来了 它构成了近代以来的物理学各个分支的庞大体系的基础 比如说物理学要研究热现象 热学 也要研究光的现象 光学 无论是热学光学都用牛顿力学做基础的 而牛顿力学又是有三大运动规律 这三大运动规律就相当于公理系统 牛顿完成了自然自射的公理化 有了三大运动定律做公理 牛顿物理学就可以用公式来表达一系列物理学概念 比如说质量 动量 充量 惯性 力 等等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是怎么来定义的 都是由数学公式来定义的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充量 就一个物体 运动物体碰撞到另外一个物体 一旦发生碰撞 是不是就有一个充量在里面 你比方说一个玻璃杯 从桌面上跌到水泥地上 它碎了 玻璃杯跌到水泥地面 是不是发生一次冲击 碰撞 结果这个玻璃杯就碎了 那么它怎么会碎的呢 充量这个物理学概念提出来了 你对充量要做数学公式的定义 才行 不光是说了一个充 撞 充撞则是一个感性责观到的东西 它还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充量才是碰撞 充撞的被观察到的这个四舌 观察四舌的一个概念规定 怎么规定呢 FT 你在牛洞理学里边就可以看到了 F表示力 学过物理学的朋友都知道 T表示什么 T表示什么 时间 什么叫充量 一 两个被碰撞的物体 是吧 这个碰撞的力量 是不是 作用量 F 碰撞所花去的时间 T 这两者的成绩 F乘以T 这叫充量 那么充量是怎么计算的 那公司不是来了吗 充量是什么 两个彼此运动的物体 或者一个没有运动 一个运动了 也一样 那么这个运动物体 在碰撞到另外一个物体之前 它有一个动量吧 动量 动量是用MV来表达的 M是质量 V是速度 M与V的成绩 叫动量 运动的量 运动量是不是跟一个运动物体的质量有关 也跟它的速度有关 质量乘以速度是它的运动量 叫动量 碰撞之后 动量是不是发生改变 在碰撞之前的动量 叫MV 它有它的速度 V是它没碰撞之前的运动速度 乘以它质量 质量不会变的 还是M MV 碰撞之后 它运动量是不是改变了 动量改变了 动量改变 质量不会变的 但是这个动量是什么 让它变的 速度 速度被改变了 叫V2 好 MV2 就是碰撞以后的动量 去减去 碰撞以前的动量 这叫MV2 这个X正好等于什么 充量 FT 这个公司有意义吧 它的意义是能说明什么问题 一个物体碰撞到另外一个物体上去 运动量改变了 叫动量的改变 这个动量的改变是一个确定的速则 是吧 这个速则无法改变 如此这般的质量的物体 以如此这般的速度 碰撞到另外一个物体上去 发生了速度的改变 这个一改变 你就把它剪一剪 相剪就是一个X 这个X是个恒量 没办法改变的 它就是这个充量 充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杯子 掉到地面上不睡 充量你没办法改变 一个杯子以重力加速度的方式 碰撞到地面了 充量就是可以计算的东西 确定了 确定了以后 这个玻璃杯不要睡怎么办 你只有下一个办法 因为充量是F乘T F乘以T 这个F没办法变了 不是F没办法变 T和F的成绩 我们希望它不睡 就是让F小一点 成绩是不能变的 我们只有增加T 增加T F就能缩小 乘出来还是那个充量 充量不变 因为充量是MV2 减MV1算出来的 好 充量不变的情况下 让F下降 就充力下降 这有一个办法 提高碰撞的时间 增大碰撞的时间 什么办法 把杯子玻璃被包在一个棉花团里 它也落到地面上了 也碰撞了地面了 但这碰撞地面所用的时间 增大了 T上升 F就下降 成绩不能变 成绩就是MV2 减MV1 是吧 这没办法变 只有通过增加T 来减少F 减少那个充量 终于这个杯子没睡 我们人类恐怕很早就知道这个办法 找某种材料作为缓冲物 包裹了那个被碰撞的东西 我们老早就有这样的日常经验 但是我们并没有理解这种经验 我们没有用理性来分析出这种经验的根据 同意吗 假如你把数学的思考 数学的论证 用到这个定量的经验上去 这条公司就来了 我们就才能真正地说明 我们在搬运东西的时候 那种易碎物品是吧 总是现在用甜料是吧 他把它放在某种甜料中 装甜的甜是吧 甜料中 来增加什么 他跟其他物体碰撞所需要的时间 于是他就不睡了 这种做法 有力学的根据 而力学的根据是用数学公设 解释出来了 增加T减少F 我们看到了西方近代一代的自然科学了 由此看来 牛顿物理学的一系列概念 无论是惯性质量动量冲量 等等 都同时是数学观念 冲量不就是MV2-MV1吗 动量不就是M乘以V吗 全是数学 要用数学公设来定义 物理学概念 这概念 如果你给出一个物理学概念 却无法用数学公设来定义它 这概念无效 无效 我一直在这么想 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都在中学里边 中学阶段学物理学吧 物理学老师能否把 物理学的精神说出来呢 它在多大的程度上 帮助了中学生学习物理学 准确地把握一个又一个物理学概念的意义 你真的学会了 在物理学中展开你的数学思考和数学论证 因为这些概念的定义都用数学公设定义的 我曾经在一个中学的一次讲座上讲了 我说我们中学的自然科学的老师 无论是物理学老师还是化学老师 都应当把你教的那门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它的背后的哲学思想的展开 告诉我们的中学生 我们上物理学的课我们现在就 不是叫亚里士多的物理学吧 一定是叫加利略开始的 一直到牛顿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 是吧 第一堂课就在讲 物理学是从怎样的实验科学 它是一种 以数学论证的方式 所完成的实验科学 它使实验科学成为 严密科学 先要把这物理学精神把它说出来 至于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来研究智能状态 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历史确定 这话就放到大学里去下也行 放到大学里讲也来得及 但你在中学教物理学 你就得把这个 这加利略的原则说清楚 当然 在高中阶段恐怕有一些中学生会提问题 老师 为什么要量化的描述智能呢 假如这个学生出现的话 我们要知道他最好到 北大或者佛南去读哲学吧 这表明他对哲学 很快就形成兴趣了 他要追问自然科学的前提 为什么这么成立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科学 不把自然状态放到数学公司里去呢 又一个问题来了 就看你物理学老师怎么教 你既然教了实验原则和数学原则的结合 学生真会提问题的 就你没这么教 数学理性与实验原则的结合 这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前提 你告诉中学生吧 那么能思维的头脑又开始不满足了 追问这个前提怎么会来的 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学不是这样 为什么西方古代的科学也不是这样 偏偏到了近代是会这样 会有人思考的 对哲学的兴趣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而且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形成 中学阶段 不管这个时代怎样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就会让大学不同的转业 在人才市场上具有不同的含金量 对不对 你哲学毕业的心里有点慌 在人才市场上你学了哲学有什么用 你金融学毕业 可以 现在比如说生命科学毕业的 可以 以前新闻学毕业更好 新闻系 新闻学院 那么这叫人才市场上不同 专业的含金量不同 尽管有这样的时代差别 我在福袋任教几十年 我知道的 每一代中学生当中 一定会产生对哲学感兴趣的人 这跟时代的差别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人类的什么 天性 会追问的 抛根究底 你一抛根究底就到哲学中去了 是吧 这样的我们多么欢迎他们 结果基本上没来 我们福袋哲学系啊 多年来 很少有第一支援的 被调配过来的 居多啊 因为他不敢不 在专业职业填表的时候 最后一篮 是否服从调配 他不敢不填的 为什么 他要敲开复杂的大门嘛 只要你先让我进大门 我愿意 风数不够高 进不了金融学专业 是吧 终于到哲学系来了 到哲学系来了 他心里 于心不甘 有的人呢 想到哲学专业来 他父母不让他填这个资源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觉得 不要人人来读哲学 这也没啥意思 哲学对于每一个 普通的人来说 不是专业 是修养 应当人人都具备 但哲学永远是 少数人的专业 是吧 这肯定的 好 我们已经说了 牛动物理学 实际上是个 公理化的自然指射 他的功力 在力学领域里边 三大运动定律 他的一系列概念 都是什么 用数学公式来表达 这两者一集合 一个用数学公式 来定义的概念 加上三条公理 就是三大运动定律 这两者一集合 推导出 几十条普遍命题 这几十条普遍命题 就叫物理学定理 可以推出 比如说 乐力学第一定律 乐力学第二定律 光学的什么定律 都可以一条条来 同时 是 作词 订阅 词 各位观看 有一条十条 对 绝不